Hello 大家好 我是MoMo 今天帶大家去看看今年香港花展兩個比較漂亮的場景 第一個就是大埔海濱公園 每年三月香港都是杜鵑花盛開 不過今年比較熱 我覺得花借得比較早 今年各區主辦的花圃各有特色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漂亮的 像童話世界一樣 重點是後面是一棵大樹 斜斜地是一個小山坡 看得很漂亮 後面又不是扭景 細心欣賞一下小裝置 都很有趣 有花當然也有蜜蜂蝴蝶 這就是黑蜂 一棵很漂亮的花 這棵叫做釣蝠蝦 四月份大家來到玩就會見到獸球花 這個就是大埔海濱公園的玫瑰園 來過很多次 第一次會見到玫瑰花開 雖然不算很多很密集 希望越來越好這個公園 海濱公園其實是一個很出色的公園 裡面有一個玫瑰紀念塔 走上去旋轉樓梯四層 就可以看到無敵海景 整個套路都看光 而且你會見到很多人 放紙妖 很大隻很大隻的紙妖 打卡的地方有多 所以這裏經常都可以玩 最驚喜也是這個櫻花 居然整個月都有 第二個帶大家去看的就是佐敦谷公園 這個佐敦谷公園不是在佐敦的 是屬於觀塘 大家想知道地址和交通的話 就打開詳細資料看看內容 這個公園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兩個大草坪 還有一個溫室 不過溫室現在是關掉的 兩個大草坪我相信周末 就應該是全部炸了 急田的花展園舖 其實是很小的 只有一間小木屋 還有一些花圍 不過希望他也繼續換一些新的花上去 這個公園裡有一個勒道捐園 當然春天現在是盛開的季節 裡面很漂亮 除了有大家常見的桃紅色 有深紅色 有些白色 我覺得最漂亮就是有這個漸變的粉紅 其實我來這裡還想碰碰運氣 看看會不會看到紫色的和雀花 不過就太遲了 已經是沒有了 就在這個位置 明年請早 公園裡面當然有其他的花 這隻叫藍雪花 這種叫佛土樹 這隻叫色翼 但是會變色的 他走上一棵樹之後 看看時間關係 已經變了頭紅色 看到嗎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Travel Momo